而我们沙神帮的人就是要有杀气 我是沙神凯 我是老大 所以说我就要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这是湖南易洋醉火黑帮帮主沙神凯 曾经对外放出来的一句话 因崇拜战神白起 他不仅将其闻在了自己的背后 还特意成立了沙神帮 深夜聚众脱砍刀上歇 每天直播打人为乐 平时更是偷摸坑片 甚至还劫持他人屡屡犯案 之前一网络主播因说错一句话 就被沙神帮逼得险切丧命 而加入这个组织的唯一条件 就是你得改名字 前面叫沙神两个字 然后再从真实名字里 随便拎出来一个字 比如 他们的外号分别是 沙神行 沙神涛和沙神武 像我就得叫沙神史 2017年11月8日 这伙人像往常一样 来到当地某酒吧消费 玩得无聊了就开始整活 想让老板出来给他们敬酒 但老板压根都没有听说过他们 于是就没有当回事 帮派的大佬等了半个小时 都没有见人露面 立马不愿意了 说这是咋回事啊 来你这儿捧场一点排面都没有 经个酒都不齐集 感觉自己有点掉面 当即摇人在酒吧闹市 要把面子给找回来 他们连续三天喷辣椒水 制造混乱 把店里几百号客人全给弄走了 搞得酒吧生意根本没法做 老板无奈之下 只好打电话报警 警方很快出动 将闹市的小子抓了个现行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审问时 酒吧门口居然再次发生了骚动 帮助杀神凯亲自出手 开着一辆打气 撞向门口的舞台下 看到这群人这么猖狂 警方再也坐不住了 当即成立的专案组 开始逐个调查 按理说 像这种胆大妄为的愣头亲 正常人都会有多远躲多远 但偏偏有个网红口无遮了 非要和他们打嘴仗 2018年1月底 一段9秒钟的视频 在一扬当地疯传 视频中这名男子 是当地一个名叫天港的主播 他走的不是正能量的路线 经常为了流量自导自演 搞一些博眼球的东西 虽然也没有几个粉丝 但自称是天港家族的掌门人 有一次在直播间里 跟家人们聊天 突然看到一堆人刷屏 说沙神帮嫁到了 然后天港赶紧出来接驾 当然天港这个主播呢 他自己也认为 他是一个比较成名的主播 你沙神帮是个什么人呢 他当时也不了解 就说了一句 沙神帮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因主播的这句话 沙神帮觉得颜面近视 于是和他结下了两次 2018年1月30日 天港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吃饭 期间习惯性地开启了直播 没想到 因此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被沙神帮的一干人找到店里 饭没吃还被当众拉走 当时易阳刚刚下了一场大雪 正是化冰解冻最冷的时候 这帮人把他带到河边 拿刀逼迫他下河游泳 天港知道自己是单力薄 刚不过人家 只好认识听话 乖乖在河里游了十多分钟 而在此期间 沙神帮的人还不断地朝他扔石头 甚至嚣张地把视频发到网上 事后天港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在妈妈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报案 不过出于面子问题 之后他再没和人提起过 庄案组得知此事后 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 因为天港他自己能够认出 他们当时把他绑架的那三个成员 然后天港直接对我们说 这伙人我惹不起 后来警方从天港口中 还得到了一个线索 那就是沙神帮平时行事十分高调 经常会到酒吧 让DJ把成员的照片 投到大屏幕上攻防88秒 上面还要打着 祝帮助沙神凯越来越帅类似的话 我这替别人尴尬的毛病又犯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警方总算是把这伙人摸透了 这个沙神凯明面上是帮派的老大 实际上是跟着师父张良混的 他谁的话都不听 只对梁宝言听计从 当初也是因为他受益 沙神凯才会招兵买马 成立了这么一个帮派 平时张良和帮会之间的成员 基本没有来往 都是通过徒弟来发好实力 他不仅把自己青年的饭店 当成帮会聚集的场地 还给沙神凯介绍高利贷的生意 用来养活小弟 而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接一点私活 替别人打群架 争场面 或者给酒吧看场子当气氛组 事小给华子 严重点的出场费 每人300到500不等 别看这伙精神小伙 个个身穿紧身衣 痘痘鞋 看起了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 动起手来一个比一个狠 硬是拿着刀 把对面拿枪的杆趴下了 而我们沙神帮的人 就是要有杀气 我是沙神凯 我是老大 所以说我就要遇神沙神 遇佛杀佛 这是湖南易洋最嚣张的帮派老大 沙神凯 曾经对外放出来的一句话 虽然听起来很中二 但做出的事 却让人很意外 由此当地的另一个团伙 来到沙神帮的饭店闹事 沙神凯忍不下这口戏 当即命令手下的兄弟出面报复 结果没想到 对方也这个硬查 双方刚一碰面 就朝沙神凯的车开了一箱 对方本以为自己这样 就能下退沙神帮 谁知沙神帮的成员 复仇心切 愣是抽出棍棒刀具 朝着他们的车 就一通猛砸 都说横的怕不要命的 那伙人一看这驾驶 赶紧求饶 沙神凯这才带着小弟离开 从此沙神帮就一战成名 在他们的圈子里声望猛增 而他们为了制造更大的名气 又干起了其他勾当 他们在街上随机寻找目标 对路上停放的车进行盗窃 事后总共作案了大概二十起 而这个人送外号 原疆神兔的成员沙神涛 还是布满十六岁的未成年 除了盗窃斗殴 寻衅滋事以外 他们还吸毒 藏匿枪支 越来越肆无忌惮 不过这伙 视面子如生命的黑帮团伙 对成员管理也很严格 帮会里曾经有个小弟被戴绿帽 但是因为没有和女友分手 还需苦苦挽留 被老大沙神凯认为 有损帮会的面子 于是将其开除出帮 并当街暴打一顿 让小伙跪在酒吧门口几个小时 实在是抓马 而原本说好的进帮会 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到最后也只给了他几百 后来警方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以后 对该团伙成员展开了抓捕 除了其中一个自首以外 只知道案后办案人员才发现 将近一半的成员都还是未成年 打架受伤了 估计还得去看儿科 而这些小伙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 父母没有经历管教 他们也没有心思学习 于是很早就退学到处流浪 这下可好了 都得进去采缝纫机了 2018年11月7日 法院进行一审宣判 张良和沙神凯等八人数罪并罚 被判处八个月至九年的有期徒刑 而那些未成年 则都是因为年龄问题重新处理 希望他们倾此一事 能够长点记性 好好找个场宁罗斯走向正轨 也希望大家能以此为戒 不要笑法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